什么是撕掠许可证? 这么来说,在大航海时代的时候 我们1243年,英国的亨利三世国王 第一次发了三张的撕掠许可证 当时为什么发撕掠许可证呢? 是因为西班牙在新大陆那边发了大财 很多的金银珠宝都被搬回去西班牙 所以西班牙那时候是在大西洋的海权霸主 那当然法国、英国就受不了了 受不了了,英国国王就突发奇想 就发了三艘船,三艘船 三艘船就是民间的武装商船 简而言之就是海盗 给他们说有撕掠许可证说 你可以合法去抢西班牙的商船 它是指定对象、指定范围 我们一般在海上最怕遇到海盗船 那现在西班牙主任讲的就是说 就是在这个什么时间? 大航海时代 就有国家就是发放许可证 然后就是让这些海盗船是合法的 合法捷 可以去抢劫 合法的喔 对 所以这个议题呢 就来到说 撕掠许可证的发放 那是在大航海时代 那现在? 没有,刚开始的时候是发了三艘嘛 对不对 然后效果不错 后来法国啊、德国啊、荷兰啊都发了啊 葡萄牙也发了啊 强权国家都要发啊 都发啊 但是发了结果后来就是 发生了一件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嘛 西班牙本来不是无敌舰队吗? 对 就被英国打败了 事情的原因就是这样啊 嗯哼